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11月25日在深圳就香港与内地通关事宜 完成第二次专家对接会议后 当日晚间向媒体表示 双方就通关问题取得良好进展 内地专家认为香港已基本具备通关条件 据了解 此次出席会议的内地领导 包括港澳办副主任黄柳全 中联办副主任尹宗华 国家卫健委专家 以及海关总署 民航局 移民局 广东省 深圳市 及珠海市政府代表等 国务院港澳办11月25日公布 第二次对接会议就通关 具体事宜深入交换意见 并决定成立专项工作组 具体对接有关工作 会议认为 当前国际及内地疫情形势严峻复杂 内地及香港要坚守外访输入 内访反弹 为通关创造有利条件 国家卫健委专家在数日前 完成了在香港实地考察 提供了一些观察和意见 在当日会议上做出了汇报 李家超指出 会议气氛是积极和正面的 就两地有需恢复 通关的商议 取得良好的进展 内地专家认为 香港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措施 创造了有利通关的环境 认为香港已经基本具备通关条件 双方同意按程序提交报告 就措施和落实计划的细节 提交不同的内容 之后按需要再交流意见 以尽快推进有需恢复通关的目标 为共同的一个目的 香港实务及卫生局局长 陈兆时表示 抗疫和通关的工作 不只是香港的事 亦会直接影响临近的深圳和珠海 以至全国其他省市 为此 特区政府的个案追踪办公室 亦已与内地有关部门取得联系 并会继续以现行机制 全面加强与内地在防疫抗疫方面的信息共享 他指出 通关是特区政府头等大事 会持续做好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和动态清零的防疫策略和措施 亦希望市民可以继续积极配合 为加快推动粤港两地通关进程 特区政府近月开始加强落实多项外防输入 内防扩散的防疫措施 包括收紧豁免检疫入境安排 调整抵港人士检测安排 增加高危人士的检测频率 扩大强制使用安心出行范围等 此前据港媒报道 12月10日左右 粤港两地有望启动小通关 每日配额约为1000人 李家超回应表示 港府希望是以有序 按实际情况 风险可控的方式来推进 所以一开始是有配额制 配额制的实际运用等 我们宪政探讨及落实中 被问及具体通关日期时 李家超坦言 希望大家明白是有一个过程 通关是一件大事 实际日子带有决定才公布 此外 他表示港府及内地 有旧通关垄断机制方面商讨 共实施机制要有清晰标准 即可操作 通关初期会实行配额制 实际操作安排仍在探讨 李家超表示 特区政府进入全面落实 及预备通关的阶段 除惠加密高风险人士 检测至两日一检 亦将推出香港健康码 下周会公布香港健康码详情 同时 他指出 港府将推出香港健康码 口岸流程方案 人手配置 两地合作机制 协助排查风险者机制等 内地及香港同意成立专班专项工作组 重点研究香港健康码及内地健康码的对接 转码及运用问题 研究口岸管理 双方联防联控管理机制 香港创新及科技局长薛永恒表示 香港健康码系统开发已经完成 预期12月初会上线 他表示 会继续与内地专家紧密合作 就港康码及月康码对接做好预备 李家超补充 香港健康码将配合安心出行 并会要求实名制使用 据了解 香港健康码之记录出入境所需的个人资料 如姓名 证件号码和联络电话 以及医疗检测机构名校和有效的核酸检测结果 作为出入境健康申报用途